第一場 開地平安 興建順利 等了14年歷經波折 國家電影中心確定坐落新莊 12號一早 由新北市長朱立倫代理 進行動土儀式 它最重要的除了把我們 從近百年來的所有電影的發展 歷史把它保存下來 甚至未來金馬獎的頒獎 可能都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電影最重要的基地 也是屬於所有電影人的家 國家電影中心不只肩負著延續 文化資產的使命 更是台灣電影面對世界的櫥窗 藉由在這裡舉行各種不同類型 影視活動和國際交流 未來還可能成為金馬獎 頒獎典禮的固定場所 以時間與空間的蒙太奇 作為設計概念 白色外牆加上金屬曲面造型 增添未來科技感 不只挑高樓層也擁有極佳採光 裡面還規劃了傳統影廳 就是要讓電影人重溫就時光 我相信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我們電影人跟電影文化有一個 好像一個家 一個基地 市民肆肆意打造國家電影中心 不只是台灣電影的家 未來也勢必成為新北市的重要地標 記者高興峰 問問宣 新北市報導 有請您的評論